黑钥匙不够 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传送门啊 咱们可以利用这五个黑钥匙 再加上这个废弃的传送门 搭建一个下界的传送门 OK 五个我估计都用不到啊 在这边再放两个 四个黑钥匙 咱们就可以点燃这个传送门 好 我们去下界看一下啊 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下界要塞 取得进度 勇往直下 我们好像是来到了一片飞红森林啊 哟 完了 没有穿金装备 这是一个低级的失误啊 咱们先想办法下去吧 尽量不要和这些株林产生正面的冲突 哟 附近还有一个众人堡垒 还有很多金块 那这个金块必须要搞一下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特别缺这些矿物 咱现在这个装备 咱们就不进里面探索了 咱们直接把这个金块给它采集掉之后 咱们就跑路了啊 我们现在一个铁套 我觉得进去就是找死 所以说咱们猥琐一点 好的 直接连锁采集 哎 掉旁边了 我们捡一下啊 金子有 哎 你 给我 他居然拿走了 等会儿去对吧 我们这个金块不能让他带走 OK 在地下啊 我们把地下这个金块带走之后 咱们就走了 这个猪人堡垒 现在我们不敢过去 里面还有很多宝箱啊 我们可以先把坐标记一下 但是现在啊 咱们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夏季要塞 哎 对了 趁现在呢 我们先做一个金装备啊 避免这些猪林和我发生冲突 我们分解一个金块 然后呢 打开我们这个背包 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背包里面制作 哎 在这边咱们做一个头盔 啊 这个东西是真的方便呀 好 把金头盔串一下 咱们去寻找夏季要塞 这个系列 我觉得我们的运气特别好 我们的传送门附近 不仅有重人堡垒 还有夏季要塞 哎 我看到了凋零骷髅啊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 是把这个凋零骷髅给它干掉 然后呢 看一下能不能掉落这个凋零之骨 来 一刀 两刀 也掉 这个呢 嘿 对 没有错 修豆板 就是这个玩意儿 凋零之骨 有了它之后咱们可以做很多特别强的武器啊 看一下 哇 龙霜刚剑 25的攻击力 哇 太厉害了 修豆板 好 我们既然来了啊 尽量多搞点这个东西 我们后期可能是用得到的 如果可以遇到猎人的话 咱们可以打些猎人棒什么的 哎 这边还有只 哎 小白 等会儿 我们先防御一下啊 让他们狗咬狗 哎 你看 他们要互相打了 哎 可以啊 修豆板 咱们在这边等着啊 好的 该我出场了 把它解决 哎 得来全部费功夫 下节油 还有这个灵魂沙 我们带回去一下啊 因为我们要打这个火龙什么的 还需要酿造些防火药水 啊 这个系列里边这个药水是特别重要的 这边有箱子 金子 还有打火石 哎呦 能不能给我来点钻石呀 兄弟 我现在特别需要钻石啊 已经第四季了 这边还有个箱子 还是没有 第四季了 我们都没有看到钻石 这有点 亏啊 有没有 哎 这边还有个箱子 我这个看过了 哎 想偷袭我是吧 一刀 两刀 来 哎 又掉了一个骨头 把这个骨头的掉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这边还有一个 把它也干掉 这把箭还是挺好用的 这个没有掉啊 我们再找找 看一下能不能多搞点这个骨头 哎呦 这个猎人他是会飞起来的 如果他一刷新就飞到了高空 我们等不着 那就有点麻烦 把这边挡起来的话 咱们可以和他近战攻击啊 特别的好 挡一下 OK 咱们在这边等待他刷新就可以了 应该是可以 哦 刷了 来 来 来 OK 解决 好的 拿到了猎叶棒啊 与火共舞 我们在这边再等一会儿啊 虽然说我们装备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打得过的 哎 这怎么刷两只呀 完了完了完了 两只我是打不过的 哎呦 铁套装还是不行啊 虽然我们量了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收获还是不错的啊 获得了两个凋零之骨 咱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下装备了 哇 这把剑是真的厉害呀 可惜我们做不起 攻击伤害25 1.6的攻击速度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啊 需要用到龙霜钢钉 龙霜钢钉的话 要怎么获得呢 看一下 哦 我明白了 需要龙锡来酿造 需要一个冰龙的血 那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是需要打完龙之后才可以获得啊 现在我们肯定是做不起的 那就算了吧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 龙骨剑 8的攻击伤害 这个我们可以做啊 铁剑的伤害只有5啊 但是龙骨剑的伤害有8个 所以说我们要做一把龙骨剑啊 两个凋零之骨 我们一个用来做龙骨剑 一个呢我们来做这个龙骨弓 这样安排很合理啊 先来搞下龙骨剑 然后呢咱们再来做一个龙骨长弓 哎呦需要用到线啊 兄弟们我们家里边没有线 那这样吧 我们直接下矿 下矿我们去打一些蜘蛛 然后呢咱们尽可能挖一些钻石 来试试一下龙骨剑的威力啊 来 哇这把剑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伤害特别高 我觉得它的伤害和钻石剑应该差不多了啊 稍微比钻石剑低一丢丢 但是也可以接受 这边有废弃的矿洞 那我们的线不就有了吗 来多搞一些蜘蛛网啊 然后咱们回去把这弓箭做一下 挖到钻石的话那更好 希望可以挖一丢丢吧 最起码要做一个钻石稿对吧 哎刷罐龙先给它插掉啊 然后把这个线直接连锁采集 还有个洞穴蜘蛛把它干掉 OK线我们现在够了啊 再溜达一会儿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钻石 哇看到了 兄弟们这边好像有三颗 可以可以啊 可惜没有石韵 哦不止三颗 四颗钻石 我们最后把钻石稿就够了啊 太棒了啊 最好可以再做一个附魔台 引人矿石挖一下啊 虽然说目前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用得到的 这边又是一个矿洞 那这边又看到了可钻石 先不管啊 咱们直接把这个钻石给它挖掉 然后咱们差不多就撤了啊 先把这个长弓做出来 哎掉下来了 来吧 我的龙骨长弓 这绝对是这个游戏里边 很厉害的一把弓箭啊 要比原版的厉害很多 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剑尸 剑尸的话 我们用这个羽毛应该是可以做的 哎可以做啊 兄弟们 需要用到碎石 木棍 还有这个羽毛 我们来做一下 全部都做了啊 我们有了这个东西 我们先把家门口的这个蛇腰 给它干掉 看一下这 哎 哇 这个弓箭不能用 完了 这个龙骨长弓 不能用这个剑尸 这 难道说有专属的弓箭吗 这不是呀 这是一个铁铲 哦 龙骨剑 哇 还需要用到这个凋零骨 完了 兄弟们 我们的凋零骨头打的有点少啊 那我们还要再去下机啊 那好吧 兄弟们 我们再去下机搞点啊 不过这一过程 南瓜可能要留在线下了 我们下期直接拿着这把弓箭去打蛇腰 交接的 我们下期了 里面 我们下期了